這堂課來講拍子 舉個例子 你們覺得是幾拍 有些人會以為聽到click一聲就是一拍 兩聲就是兩拍 這不是很正確的觀念 拍子是一段時間 我現在用一條線來表示時間 你想像時間是由左邊一直到右邊進行 選擇一個時間點 作為開頭 在時間上面做個記號 就是用聲音 所以聽到click一聲代表一個時間點 這個click 就是我用箭頭所指的 這個點算是一個時間點 再透過另外一個時間點 另外一個click 在這邊 這樣子才能夠展示出一段時間的量 把這兩個click連得很近 像是這樣 另一種方式我把兩個聲音拉得比較遠 會感受到兩種不同的時間量 像是這樣 這兩個聲音之間的時間比較短 另一種情況 這兩個聲音之間的時間比較長 算拍子的時候 click或拍手打拍子 或者是用腳踩地板去算拍子 都只是在時間點上面做個記號 現在有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 第三個時間點 第四個 第五個 我可以這樣一直延伸下去 大部分的音樂自拍為循環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寫一個1 它是第一拍的開始 並不表示這個時間點是第一拍 第一拍的時間的量 會是從這個時間點 一直到這個時間點為止 筆尖所指的這個時間點 用第二聲click做標 這個就是第二拍的開始 這個點 同時也代表第一拍的結束 第三拍的時間點 也是第二拍結束的時間點 第三拍到這邊 第四拍的開始在這邊 第四拍的結束 這裡又是下個循環的第一拍 這裡是下個循環第二拍的起點 一直類推